为了训练生障者促进人际互动 玛丽亚雾风身心障碍者社区市日间照顾中心 固定在每周二外出将记忆陶冶课程中 学员所做的蝶谷巴特饮料杯提袋 洗碗精 包包杯垫等商品来进行易卖 而所得也将全数给生障学员当作零用金 来减轻家长负担 在老师的陪伴及鼓励下 学员们努力的学习如何叫卖进客人上门光临 这天玛丽亚雾风身障者日照中心的学员 来到雾风邮局将自己手作的商品进行易卖 每周二固定会带他们出来就是这样子做易卖 一方面是训练说人际互动的部分 然后跟就是想要把这些东西就可以销售出去之外 获得那个的钱就可以当作他们平常的零用金 他们就不用再跟家长再去拿钱 然后可以买他们生活所需的东西这样子 天然精油洗碗精包包提袋等等 桌上琳琅满目的商品 这全都是学员们在日照中心 记忆陶冶课程中所完成的作品 透过每周二固定外出意卖 训练生障者促进人际互动 中秋节买过他们的那个 所以很熟悉啦 因为刚好看到眼眼看见 这个袋子是我喜欢的花色 我也不纯粹是这样 是因为我喜欢做得很漂亮 刚好来有你们在义卖刚好 有遇到 买了什么 要啦要啦 那个洗衣间还有那个杯子的提袋 向民众介绍商品 另一头准备收钱找钱 尽管动作有些缓慢 但这全都是凭借他们自己的双手来完成的 而义卖陈述所得也将交给生障学员当作零用钱 来减轻家长负担 记者壮士庭台中采访报导